大陆娱乐圈的发展越来越快,圈前指缝越演越烈,中国影视产业至今没有赶上韩国的质量水平,甚至都没有像印度电影一样。 走出亚洲,某些流量明星整天炒绯闻,上热搜,各种爆料,公关,水军,抠图,当我们各种讨论某某是不是出轨了,是不是整容了的时候,这些流量明星早已赚得很满不满,我们骂他们,有作用吗?我们抵制他们,我们能左右媒体舆论吗?并不能。 娱乐圈这条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都是密不透风,背后是资本大佬在操作我们的媒体。 那么为什么我们拍不出爱甘正传,黑客帝国速度与激情等各种享誉全球的电影? 因为在大陆,一部电影最大的预算是演员的片酬,不是可笑,不是制作,不是剧本,这是我们的悲哀,人傻嫌多养活了多少娱乐圈的戏子。 戏子当道,英雄落泪,这是我们的悲哀,演员拍戏不及演技,观众看脸但不看戏。 百万特效加持美颜,千万专辑类死乔因,台文学不如看厕纸,剧本只要CTRL加V,流量才是天下第一,谁说实话就死里喷你。 冷眼看世界,戏子不应该,也没资格得到这些财富。